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Namaste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殊胜的日子跟大家见面 我刚刚看了很多菩萨 我心里就应该好像看到自己妈妈自己亲人一样 所以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感恩大家能够在这边见面 当然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么美的地方 殊胜的地方 又有殊胜的上师引导我们 我们要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 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我看到各位很亲切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看到我有没有很亲切 因为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最重要的道理是空性跟大悲心 这个空性就是讲的没有你没有世界没有别人 我们不能单独存在 所以我们的存在都不能够离开彼此的帮助 也因为需要彼此帮助 所以佛陀要我们有大悲心 去爱所有的人 去爱所有的生命 佛法的重点 空性与大悲心 我来讲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二十几岁 就做国王 长得很英俊 他们国家很有钱 那个时候有人就问佛陀说 为什么他这么年轻 就管了四个国家这么大 而且他来拜佛陀 为什么天上都有神在保护他 就问佛陀了 那佛陀就说了 他说这个年轻的国王 能够管四个国家 连天神都扶持他 是因为他过去世 很多人在供养过去一个加瑟佛的时候 他是个乞丐 他根本没办法接近供养 但是他很虔诚 他虽然是个乞丐 他就把他口袋里面 唯一的几颗豆子 然后远远的 就因为他不能过去 就往佛陀的地方 这样撒过去供养 结果呢 有四颗豆子 佛陀用神通把它装在坡里面 有一颗豆子 佛陀给他放在头发上 还有其他的豆子 又给他布施在地上 佛陀就替他布施给那些孤魂野鬼 所以佛陀说 这个乞丐虔诚地跪在地上 这样布施 四颗豆子放在坡里面 所以他可以做四次的国王 一颗豆子在佛陀的头上 所以佛陀说 连天神都会扶持他 很多豆子掉在一点地上 佛陀替他布施 所以呢 他生生世世富贵 庄严 所以我想 刚刚我进来 我们 红川看不忍不切 给我一点米跟花 撒向佛像 撒向佛塔 我就在想 哇 不得了啦 我可以做好几百事国王了 撒花 哇 生生世世外表会很漂亮 会很好看 所以希望大家都得到这样的功德 还有一个故事 阿玉王的时代 阿玉王是大国王 转轮王 但是他们国家里面有一位有钱的人 他家的少厕所的女人 都比阿玉王的太太漂亮 所以阿玉王就不舒服 而且他那个人住的房子 都是黄金珠宝盖起来的 那个阿玉王更不舒服 所以有一天 阿玉王就把他 这个长者叫佳罗月 请到皇宫来 他说我想要问问你 你是怎么赚钱的 为什么你皇宫都用黄金珠宝盖的 结果这位佳罗月 他就把手伸出来 一笔 结果地上都是黄金 阿玉王说 哇你有神通啊 那个时候 不但如此 阿玉王又问说 那你为什么你家 你都挑最漂亮的女人在你家呢 所以那个时候 旁边的 乌巴库尊者 阿玉王的 国师 老师就说 国王啊 你不要嫉妒他呀 这位佳罗月长者呢 过去人家在盖佛塔的时候啊 过去是 他把他家的黄金 来帮佛塔贴金啊 因为如此 所以他手伸出来都会变黄金 变珠宝 然后那个佛塔盖完以后呢 他就从最上面 把最漂亮的花 往上面撒下去 所以以后他家的女人啊 太太啊 扫厕所的都很漂亮 所以刚刚 我们红窗的摩羯带我去佛塔那边 我撒米都管讲 那是黄金 撒花那个最漂亮 但是各位 我做的这个功德 不是给自己 希望各位很漂亮 希望各位 住在黄金的房子 都很有钱 所以能够造佛塔 造佛像 让人家礼拜 功德很大 特别在英国 有这么样庄严的佛像佛塔寺庙 那真的是太难得了 所以 我们佛教徒 特别是各位 做尼泊尔人 能够了解佛法 真是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 特别是这个寺庙 盖好了 特别在英国 各位一定有护持出钱 你要想 哦我福报太大了 比如说这个柱子 各位如果你经典说 膝盖不好 脊椎骨不好 他们盖寺庙里 就要出一点钱 说我要出柱子的 那你的关节膝盖 脊椎就会好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先生 家里的儿子很健康 那盖寺庙的时候 你出一点钱 你要观想 我这个钱是要做天花板的 那做天花板的 男人 儿子他身体就会很健康 哦 如果你经常会肚子痛 那你出钱的时候 你要想说 这个是要帮忙盖厕所的 那你就不会拉肚子 大小便很方便 所以寺庙的每一个 都是让我们积很多福报的地方 所以各位有空 要多到寺庙来 哪一朵花 这样供养 生生世世 脸就会很漂亮 住在花园的房子 将来还可以到莲花的世界 供一盏灯 会让你眼睛很漂亮 皮肤很白 更重要的 会让你很有智慧 看到真相 供一杯水 就可以让你消夜张 很有福报 只是佛陀 交代我们 我们每天可以修这么大的功德 不要自私 为英国人做 为尼泊尔人做 为可怜的动物做 我们做这些功德 要想到那些可怜的众生 他得到这些功德 那你的功德更大 所以佛陀在经典 讲了很多很多 造佛像的功德 造佛塔的功德 供养出家人的功德 但是特别要强调是什么 这边是在英国 不是印度 所以能够在英国 有一尊这么庄严的佛像 哦 我们要感觉到 太有福报了 而且各位 你走到哪里 你要观想这个佛像 就在你头上 每个跟你讲话的人 都看得到这个佛像 你要观想这个佛塔 在你头上 每个看到你跟你讲话的人 佛塔的力量 就在帮助他 所以佛陀 要特别讲 造佛塔 乃至绕佛塔 供养佛塔 就可以让你 马上富贵 来世生田 将来可以成佛 所以 我要强调的是 既然佛像佛塔 功德这么大 那各位要 多来供养 多绕 多摆 但是 为什么呀 为给所有英国人 给所有尼泊尔人 给所有地狱二轨道 那这样就会成为一个大悲心 空性 不为自己就是空性 忙住众生就是大悲心 让所有的世界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我们 供养佛塔 绕佛塔的功德 特别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我们带了摄影机 用卫星频道 现在世界各地都看得见 都听得到我们 康布洪川 在讲佛法 所以我都会这样 观想 我们康布洪川 在讲弘法的时候 所有尼泊尔的人 所有尼泊尔往生的祖先 他们都听到了 而且我们还真的用 卫星频道 现在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看得到我们正在办法会 都在随喜这个功德 要让我们的心态 跟世界跟众生都连在一起 这是佛要强调的空性 悲心 在此地 我也要各位随喜一个功德 因为佛陀说 能够造佛塔的功德太大了 特别是把旧的佛塔 又把它恢复 超过于盖新的佛塔的功德 照佛塔 佛陀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佛陀时代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人 他不信佛陀 他信婆罗门教 很喜欢算命 然后呢 有一天 他的算命师看到他 他就跟这个老人说 我今天跟你算命 不收钱了 但是我要跟你说 你在七天以后就要死了 死了以后 那么会下地狱 地狱完以后做恶鬼 恶鬼到以后做畜生 然后有机会 又来投胎做人 会很穷 七天以后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我不跟你收钱了 哇这个人 这个老人一听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他非常相信那个算命 但是后来他就想 听说人间有佛陀 如果佛陀真的照他们讲的 有神通有智慧有慈悲 他一定会救我的 所以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 佛陀正在为一千多个人说法 然后那个老人就站在后面 站在后面啊 佛陀就不讲了 就把他请过来 他说老人啊 我跟你讲哦 你七天以后就会死了哦 哇 结果老人就哭啊 拜啊 佛陀你真的有神通啊 你既然知道了 你能不能救我 那佛陀说可以 你加比罗魏国后面那条街上 加比罗魏国就是我们 尼泊尔的北部啊 有一个旧的佛塔坏掉了 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旧的活法 恢复起来盖好 你七天以后不但不会死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 活到一百岁以后呢 你就可以生到无忧虑的天 那将来又投胎来做人 大富大贵 修了很多功德 然后你就往生净土 哦 所以你只要去恢复那个佛塔 哇 那个老人一听啊 贵啊 哭啊 感谢佛陀救他 他就把那个旧的佛塔恢复了 所以他七天以后不但不死 还活到一百岁生天 所以连那个算命的算命士 哇 都认为佛陀太厉害了 所以他也来归于佛陀 所以希望以后各位看到 坏掉的佛塔都把它恢复 还有一个 这个佛塔如果慢慢旧了 你要把它贴金啊 甚至佛陀说 放在佛塔的花 如果已经枯掉了 你把它拿下来都有很多的功德 所以去年 虽然尼泊尔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但是也让我们有机会 去恢复尼泊尔的所有佛塔 很多佛像 所以虽然视线无常 却让很多人有机会去做大功德 帮助那些受伤的 往生的 帮助所有佛像佛塔 所以我想 释迦牟尼佛 一直要让我们有机会 去消业这样寄福堡 那各位我们要这样想 尼泊尔 愿意承担整个世界的苦难 所以有一个大地震 消除了这个世界 所有的杀业苦难 但是也让世界各地的人 有机会 有修更大的功德 去恢复佛像佛塔 所以一方面体悟佛陀讲的 变化无常 因果业报 当然有人说 可能尼泊尔那边 杀了太多的牛 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大家就 不要吃牛肉 救很多牛 所以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救了一万多只的牛 在斯里兰卡 包括在尼泊尔 在印度 在马来西亚 在台湾 所以各位我也把这个 救一万多多牛的功德 也供养各位 那各位随其这个功德 也经常把这个功德 供养给别人 我认识很多很多 很有钱的人 但是我都仔细观察 为什么他会这么有钱 后来我就比较了解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很会拜佛的妈妈 所以我看到很多妈妈 我知道你们 每天都在拜佛啊 做很多功德 你们一定会回想 给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喔 怪不得他就 发财了 特别我在 中国 东北认识一个 非常有钱的老板 他带我去看电影 我说我出家人 我不能看电影 他说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就我一进去 整个电影云很大 就我跟他两个人 因为他很有钱包下来了 所以 后来 他又在盖了很大很大的寺庙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寺庙 他跟我说啊 他的妈妈 每天都拜佛拜佛 都知道都是为了他 那有一天过年 他的妈妈拜佛 拜完 不起来了 他去看 他妈妈死了 就拜佛的时候就往生了 所以他发愿 帮他妈妈盖一个很大的寺庙 里面还有八大佛塔 愿他妈妈圣天 结果他盖完寺庙以后 哇 他赚更多 在蒙古开汽油 居然让他找到了最好的油矿 所以他有钱到极点 他跟我说 都是因为他妈妈替他在拜佛 替他做很多功德回向给他 所以我这样讲 我看到了很多妈妈 你们做功德这么大 一定会回向给你儿子 但是 除了回向儿子还不够 希望你回向所有没有拜佛的 因为在英国很多 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不懂得拜佛 那我们要把拜佛做功德 回向给他们就像自己儿子一样 那就是大慈大悲 像我的妈妈还活着 有时候我回去看她 她都会念 我早知道就不帮你去寺庙点灯 点灯点灯你都跑去出家了 因为我妈妈经常到寺庙点灯回向给我们 所以我跟我妈妈说 谢谢你 你帮我们点这么多灯 所以我在家我就可以赚很多钱 因为赚很多钱 我才有福报再来出家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有机会 能够在佛前点灯 供花念经 那功德太大了 那佛陀告诉我们 不要光给自己儿子 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整个尼泊 整个英国 整个众生 那我想更慈悲 更有功德 讲到点灯 也要观想这个光 照到那个被杀掉的动物 它也会减低痛苦超度 照到那个刚死掉生病的人 它也可以减低痛苦 所以我们佛教徒 共花 共灯 共水 都要观想这个力量 不是给更可怜的众生 那就是悲心 就是空性 特别人 特别今天 因缘殊 有这么多尊贵的上师 中部 和伦波切 都来参加法会 所以各位等一下 利用休息时间 供养那些上师法师 因为佛陀说 你供养世界 所有的阿罗汉的功德 都还不如供养一位 发菩提心的菩萨的功德 所以我们更要做这些功德 来回向给受苦的众生 最后做个结论 佛陀说了 你在这个世界 出很多钱 布施的功德 不如供养佛陀一杯水的功德 佛陀又说了 你能够用无量节的时间 供养佛陀 供养佛经 供养出家人的功德 哇太大了 福报 但是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忆 那佛陀又说了 你受持 所有戒律的功德 解脱的功德 还不如修忍辱 忍辱 不生气的功德 所以各位就 不要发脾气 但是佛陀最后讲了 你做了无量的 不思慈戒忍辱的功德 都还不如 修一念慈悲心的功德 所以我想 佛要告诉我们 思维空性不执着 又能够随时想的众生的苦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帮助他 你用心想 你所有点灯 还是你现在念经的功德 都不是给地狱到 恶鬼到 不懂佛法的人 这种慈悲心的功德 那这就是最大的功德 那你有功德 那你一定会有世间的福报 有钱长寿 也能够挣得空性 所以慈悲 是最圆满的功德 有了慈悲心 关心众生苦 那你就想要成佛 因为我成为佛陀 我才真实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你就会发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 的功德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的大 可以把众生的业障 都给消除掉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圆满 菩提心 那菩提心就不离开大悲心 那为了能够圆满大悲心 菩提心 那各位就要经常思维 无我空性 那这样就能够圆满修行 所以很谢谢各位 Zither Harp Avithuan Avithuan Amidov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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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弟子的兒子經常工作不長久 所以常常在家裡找不到工作 請師父開始弟子要送什麼經 做什麼功德 幫助我的兒子 讓他早日找到一番正常的工作 你幫他是有 有一點助緣 最主要是他自己有沒有這個福報 所以我想 你應該引導他學佛 引導他修功德也可以 昨天我們台中有一位大護法 他每次都不失很多錢 不失很多錢 因為他有一點看得見 有一點看得見 所以他相信鬼 相信那些 他養了很多狗 所以那些狗死掉了回來找他 還託夢 所以他就很認真 因為這個人看到因果了 那為了這個事情有一點困擾 他去找了一位上司 那一位上司 他念了很多重 在他額頭點一下 哇 幾下都總看得到 這不是他想的 他想說我不想看到 完了 通通看得見 幾下麻煩 他會有一點怕 因為一開始看不習慣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突給他講 那就是你的任務 他在台中發言說 這邊怎麼沒看見 現在他都看得見了 但是我覺得也很好 佛菩薩慈悲選對人 因為他很發心 正知正見 不會貪財好色 這樣以後 對有一些不相信因果的人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像我們已經了解佛法了 反正知道就超度 但不了解佛法的 你跟他講道理 我為什麼要吃肉 我為什麼要不吃肉 有什麼道理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神童跟他講 我碰過一個小女生 她就是很喜歡吃龍蝦 很喜歡吃蝦子 她腦部跟他說都不好 結果那一次在聊天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看得見的 另外一位菩薩 你為什麼要吃蝦子 你全身都蝦子 他就嚇一跳 你怎麼知道我吃蝦子 本來都在你的身上 你吃多少 他就這樣 你老婆說 好酥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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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都不好 你講我不好 那講我不好 因為他這秘密被講出來 所以他特別給他點了哪一些東西 有一有二 所以他就有信心 一發揮就看到他來了 這個動機很重要 這個動機是好的 他們這種通靈神通也是很好的方便 不然他就 他不信 對不對 因為他不覺得動物苦 他完全不動 原來動物他吃掉了還活在他身上 還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跟他講 你現在眼睛經常痛對不對 你有時候眼睛會流眼淚不止 對不對 他就省得泡泡 那都是吃蝦子的 他現在他很有信心 因為他眼睛已經看到沒辦法了 女生眼睛又漂亮 他又喜歡戴眼鏡 不然就不漂亮 戴了以後就會眼睛紅 流眼淚 然後就很痛苦 為了這個事情很痛苦 原來就吃蝦子來了 蝦子的重點就是眼睛 所以那個人一旦跟他講 非常好 現在乖乖吃素 對不對 到道場做義工 他媽媽很高興 我認為這個 只要善用 善用就好了 所以如果有一個方法 你很認真 你跟佛菩薩講 侯君子不是脆弱頭路 侯君子的學訓 我現在要拿他喝醬台啤酒 要做一些工程 希望佛菩薩加氣 讓他不是脆弱頭路 讓他對父有信用 你跟人家說 我現在拿你喝醬台啤酒 也拿你做煙工 結果他拿到生理了 這好我也要來做 他也會點煙工 他也會唸大啤酒 你要有個方法幫助他 重點不是讓他找工作 重點是利用這個方法讓他學佛 他學佛以後 工作問題就小意思的 很容易解決的